第三點就是 日光性的皮膚炎 在夏天寶寶也滿常見的 什麼意思呢 日光性皮膚炎就是顧名思義 就是當接觸到日光之後 因爲一些免疫反應而造成了 皮膚的發炎的變化 所以大部分我們會放在娃娃車裡面 娃娃車要有一個床簾 會有一個小簾子之類 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就是防止日晒 第二個就是因為小朋友太可愛 防止我把它上過 一直捏它 一直掐它 對 所以原則上來講的話 我們在外面的話 其實如果在外面的時候 你可以用一個小簾子 然後或者比較透氣一點的 那個紗布 這樣會有幫忙 是 當然最好來講的話就是 我們會喜歡把那個娃娃車的 小寶寶的臉對著你 那你可以比較容易看到 它今天晒到了 它今天已經晒到臉了 或晒到腳了 有的時候你要是給 沒有經驗的 也不能說沒有經驗的阿嬤 阿嬤就喜歡有時候在外面聊天 然後講昨天在餐廳買了什麼好東西 那小朋友在那邊 她臉都蓋住了 可是她兩隻腳在那邊晃來晃去 那有時候腳就晒到燙傷 晒傷 其實會出現 是喔 那像這種日光性的皮膚炎 它在處理治療的部分 跟晒傷的那種方法是差不多的嗎 其實當然就是減少它的刺激 然後保持乾燥 它一向保持了涼爽 那也不要亂擦藥膏 那有時候要是說 你會給它擦錯藥膏的話 其實反而適得其反 更多的刺激反而對它不是一件好事 是 好 那護理長要怎麼樣照顧呢 在照顧上的話 就是剛剛有提到 他可能皮膚有的都起水跑了脫皮 發紅 所以這時候 而且它晒傷在溫度很高 它也不舒服 所以這時候也是建議 用溫水輕柔的幫它洗澡 那也是用清水就可以了 那這時候也是剛剛講 不要穿一些不透氣的衣服 那要選擇寬鬆 長袖的 那就是注意一下 因為它身上可能就已經有 這些水泡脫皮 所以有一些扣子 或者是說有一些標籤 抹它 拿掉 對 這些東西拉鍊什麼的 可能就是小朋友壓著 他可能會更受傷 而且也不舒服 另外我們家長會抱著寶寶 所以我們家長自己的衣服 也要注意 你的材質也是要像棉什麼 對 不然也會刺激到小朋友 那另外小朋友 就是一定要再注意 這時候一定要注意一些防曬 比如說要撐傘 然後可以給它戴帽子等等 那像剛剛講的 在嬰兒車裡面 那你就是要有個遮蓮 對 這時候戶外的活動 我們就盡量避開紫外線 很強的時候 就是早上11點到下午3點 這當中是最強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要避開這個時間 那另外剛剛有講 藥物一定是要按照醫師的指示給藥 那在預防方面 我們要做一些防曬的一些措施 那另外 如果說因為像夏天 不是有很多那些水上的 就會去細水 尤其比較大的小朋友 比如school age的那些年紀的小朋友 那他們就會去 去做一些水上的活動 那這時候記得就是要幫小朋友 塗那個防曬 防曬 對 那如果是說你是要做 有水的活動的話 那這時候你就需要用防水性的 對 那記得就是時間 間隔時間多久就要幫他擦 看防曬起數 是 OK 所以小Baby如果 出生沒多久就被曬傷 其實也滿辛苦的 因為現在那個夏天 對 滿悲情的 很多人會全家出遊 像我之前就碰過一堆 他們是帶小朋友 然後去東南亞 你看東南亞是很熱的 然後太陽又很大 然後玩個幾天 大家回來好高興 才發現說小朋友已經被嚴重曬傷了 已經開始那個整個發紅脫皮 然後又開始起水泡 然後他才發現說 他本來是高高興興 然後他是認為說 其實他也有幫他擦拔曬 可是小朋友的 可能肌膚太焦貴了 他根本不適合 他如果整個 通常好像那個醫生會建議 不適合在外面迫曬連續半個小時 超過半個小時 就會有曬傷的危險 一般15分鐘我們就會 對 應該是用分散性的 一次大概5分鐘 10分鐘 慢慢的這樣子接觸 不能說一次你在外面待 我們大人在外面待 一兩個小時沒關係 小朋友是絕對不行的 是 是東方人的寶寶比較不適合曬太陽嗎 因為我覺得 我每次去什麼巴黎島 普及島 很多的歐美的那個爸媽 都會帶很小的寶寶 可能兩三個月他們就帶出去 我都看到他們放在那個 什麼椅子上面 就給他這樣瘋溜溜的 這麼曬太陽 我想說奇怪 他怎麼會這樣曬呢 是不是 是歐美的比較不會曬傷嗎 因為像說 像說南 法國南邊 蔚南海岸附近 那他們就常常會帶去曬 那但是他們會注意 他們全套的措施都準備好 冷擦防曬 像說太陽眼鏡 然後防曬的裝備 其實他們都會幫他準備好 但一睡一下 其實 因為太陽直射 其實你很難去照顧他 譬如說他今天 他就看著太陽 他就傻傻的看著 眼睛搞不好也會 對 所以你會看到 有時候他們會帶一個 很可愛的太陽眼鏡 其實有需要 是 第二個來講 皮膚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防曬乳液 其實可能要注意一下 要挑適合的 但是一睡以下來的小Baby 因為皮膚太嫩了 有時候的話 你覺得OK的皮膚的乳液 他擦都不行 可能會過敏 很容易過敏 所以還是注意一下 不要直接擦在他的臉上 你可能他身上先擦擦看 如果真的OK 然後同時要想讀 那個上面的使用說明 他要怎麼樣去使用 OK 好 所以這個是 日光性皮膚炎的部分 再來我們再來看到 在夏天照護寶寶 我們剛剛講到 衣服怎麼穿 這個皮膚常見的問題 再來就是食慾不正 跟食物如何保存 在夏天大人食慾 也不太好 然後是不是腸胃的問題 會比較常出現 對 我們常 小兒科醫生常常會講 五窮六絕 就是五月的時候 病人越來越少 五月的時候會比較少 對 五月六月就越來越少 然後到七月的時候 跟八月的時候 一直放暑假 根本就沒有病人 這時候會維持我們的 收入的使用 就是腸胃病 腸胃 腸胃 你在冬天的時候感冒咳嗽流鼻水 一堆啊 氣喘很多 可是在夏天的時候 其實疾病的形式 其實確實是不一樣的 很多小朋友可能都到中南部 去給阿公阿嬤帶 所以這個時候 以前那些什麼 病毒性的感染的疾病 其實反而會少見 但是夏天的時候 你就反而會出現了 那些疾病呢 腸胃炎 還有腸病毒 腸病毒 腸病毒 在夏天的時候就容易會出現 所以腸病毒是另外一個要注意的重點 好 所以寶寶發生食慾不振的原因 有哪一些啊 燜熱 然後食慾不好 那這時候有時候家長 他其實搞不清楚 小朋友喜歡的東西 那你會一直在想的就是說 小朋友不能吃涼的 不能吃冰的 可是你就明明就是 姐姐都在那邊吃冰淇淋 爸爸媽媽都在那邊吃刷冰 然後你就給小朋友 牛奶泡得熱熱 他一吃就不願意 所以你要看他適合的東西 尤其在夏天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他不希望 不喜歡溫度太高的東西 你夏天吃火鍋也很痛苦啊 所以寶寶還不會講話 但他心裡一定想說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你們不喜歡做的事情 不要加在我身上 對 所以你喜歡吃的東西 其實一歲以上的寶寶來講話 一歲以上的小朋友 其實你大人吃的東西 你可以加一點給他試試看 他如果表現得很開心 很喜歡 你就可以多一點 像說蔬菜 水果 果汁這些東西 在夏天的時候盡量多給他吃 因為在夏天 為什麼食慾會不好的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其實因為一直流汗 一直流汗之後 身體體妹的水溶性的維生素 其實都跑掉了 那小朋友你又看不懂 那你又沒有給他再多增加 這個蔬菜水果這個部分 所以在這個時候 他就食慾會越來越差 所以如果說你有遇到這種狀況之下 有時候也會加一點蔬菜水果的果汁 當然我剛才講已經到了 適合吃副食品的年紀的時候 你給他蔬菜水果 這個時候一直在夏天的時候 就給他多一點 是 就像是那個 我女兒大概一歲多的時候 吃副食品 然後又覺得他怎麼都老是食慾不好 結果後來護理長就跟我說 請你自己吃吃看 你吃得下去那個東西啊 一吃 很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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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也要想想看寶寶 雖然不會講到跟他有他的感受心 很多的家長會擔心說 我給小朋友這種 就是例如說他七八個月以上 他可以吃副食品 然後是不是就真的比較忌諱 生冷的 在中醫怎麼看 其實小朋友 本來就是不能吃生冷的 大概都要熟食 但是對於吃冰 或是吃比較涼的這個食物 現在的觀念是 就是少量的是可以給的 因為小朋友他吃不下食慾不好 所以一點比較室溫的食物 給他吃一點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過量 變成說吃不下 都給很冰冷的食物 非要這樣才吃得下的時候 這樣反而造成身體的寒氣 然後脾胃孕化不好的時候 食慾反而會更差 就是不要過度了 是 不要過度 原來是這樣子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因為小朋友食慾不好 然後他就給他喝冷的果汁 是 小朋友就很愛喝 因為它甜甜的 可是喝了之後 最後 反而對 反而更嚴重 反而更... 對 腸胃不好 然後原來是因為造成的 對 腸胃舒服 還是會有關係 所以在飲食的部分 也要提供觀眾朋友作為參考 再來就是環境的舒適 因為剛才專家就一直提到說 其實環境很重要 要讓它不要濕 對 然後不要讓它太潮 熱 這個很重要 這個部分有沒有要補充呢 除了 所以出去的時候 其實薄長袖比較不會被曬傷 薄長袖也比較不會